都是来请安的 你们是要来夺本王爷手中这把先帝所赠的宝刀吧 王爷 这是太后的意志 这刀啊 谁也不给 除了老六 谁都不配拿 不再其位 不谋其政 我想这八个字 你有忘了 我是放不下这些事啊 本来没什么 这外头的人就会嘀咕了 这公老六又没事了 又官府原职了 他不能替皇太后分忧了 朝廷啊 这么大个摊子 又是国事艰难 他替皇太后叹气呢 这君基总数两大摊子 臣真的是才疏学浅 见闻又少 所以 臣还真想请公亲王回来 向太后笑灭 王爷 请看 我写的自传 呦 你写的自传 对 是我自己 对自己三十年的一个总结 上面还有大英女王的亲笔题词 哦 那得好好收着 真没想到啊 这么些年 咱俩还能走到一块啊 好朋友不管多久 都会在一起的 这九年啊 我休了几千个钟 他们现在都不叫我公亲王了 叫我钟老爷 那我就是贺老爷 是 贺老爷 王爷 我最近的工作特别忙 新开的口岸越来越多 全都靠我一个人来管理 不容易啊 是不是 三十年前我父贤在家六年之久 还能再等 如今我都六十了 人这辈子能有几个六年可以等啊 今晚晚夜 至闪天 晚安中 黄花社 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影 多少慈爱也多少純真 请向天赐安眠 请向天赐安眠 平安也 只善也 万安中光发着 照着圣母也 照着声音 多少次爱也 多少纯真 请向天赐安眠 请向天赐安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提醒你 日本内阁通过了大陆计划 第一步就是征服朝鲜 第二步征服东北 第三步征服整个大清 提醒 你找错人了 我醒着呢 可眼睛睁得再大也没用啊 你应该去找军机处 或者是总理衙门 可是你才是我最信任的朋友 伦敦的军事专家认为 最多不出三年 日本的大陆计划就会变成现实 好像也是你们伦敦军事专家评估 北洋海军在全世界排位第八 在亚西亚排位第一 他们伦敦的军事专家这样评估 是依据三年前的统计数字 现在不是了 这三年里 日本从德国订购了铁甲舰 巡洋舰快速舰 大阪的造船厂日夜开工 自己造兵舰 而北洋水师三年里 没有增加一条船 也没有增加一门炮 你想过没有 这世界上的人 其实就是这棋屏上的子 不过我想 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是棋子 王爷 你可不是 你是侄子的人 你老公为我呀 我怎么能是植子的人呢 全都是身不由己呀 我这辈子 做了不少 身不由己的事 现在想起来 就跟做梦似的 还有很多事 我想做没做成啊 我心疼啊 可得啊 这折腾来折腾去啊 人世间 最终还是应该 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呀 我心疼啊 我心疼啊 我爱你 王爷 来了 王爷 闻翔走了 闻翔走了 启禀皇上 北洋海军在黄海大东沟遭遇日本欠队 中军副将邓世昌训国了 水战 陆战 就没有一个胜利的消息吗 陈灯有罪 有罪 一句有罪就行了吗 昨天你们还信誓旦旦的声称 日军一定会被阻截在朝鲜 大清的军队 会像碾死蚂蚁一样 把他们碾得粉碎 刚 绝不会犯雷池半步 可是今天呢 今天呢 怎么全都变了 陈灯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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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有罪 你们还会说些什么 摇打 Are you 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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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皇上 日本军队都打到哪儿了呀 已经打到了朝鲜的益州 益州 那不是大清和朝鲜最后的分界线吗 儿臣已经挤掉四五十英的兵力去防堵 可儿臣还是放心不下 怎么个不放心啊 这些军队隶属不一 派系复杂 有乡军 又有淮军 还有各省的炼军防军 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 军机呢 御室言官 纷纷奏参军机大战 要求 要求把他们全班皆撤 那还有谁 谁能站得住啊 儿臣倒是想到一个人 此人德高望重 酒精风陶 还请皇额娘破格启用 力挽狂澜 爱家知道 知道你要说谁了 是你六叔吧 朝臣们也有奏本 要求朝廷 请宫亲王出山 他也老了吧 胡老兄心在 公亲王身在乡野 心在朝廷 他是道光爷 朔国仅存的一位皇子 儿臣认为 他一定会与 我跟你六叔 臣服这么多年 还用不着你来评说 我从二十几岁进宫 哪天哪日 不再为大清欧星吏血呀 皇额娘 这些年 老成远勋 纷纷掉泄 曾过分 儿臣没有见过面 左宗汤 走得也快十年 齐王爷 又一病不起 只剩下李鸿章 养奉阴威 出兵不出力 甚至连兵都不出 他是在将大清 放在火上 火生生的烤 眼看着日本兵 就要打进来了 一路烧杀 神舟大地 处处天怒人怨 大清的军队 还在各行其事 盈盈高高 追逐迎头小利 没有人肯拿出忠心来 皇上 还说这些干什么 既然皇上已经决定 去请六爷 好 只要六叔出马 一定会齐开得胜 朕 亲自去请 王爷 你们不用老跟着我 我就想一个人出去溜达溜达 王爷 这万一出点什么事 行行行 行了 能有什么事 来 来 快快 干 王爷 来 阻我干什么呀 都给我回去 甭拦着我 谁拦着我跟谁急 别当我老糊涂了 走 三十五年了 三十五年前 英吉利和法兰西 给我们带来了迟日 从那时候起 我们就开始自强 伴洋物开工程 我忍辱偷生 为什么 我爱心觉罗一心 就是想等到国父民强 等到可以雪耻的那天 可是老天爷 你不公平啊 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 大清依然被人弃辱 英吉利法兰西 现在连倭寇都要来凌辱我大清 这到底为什么 天哪 你难道真想灭了我大清吗 皇上 皇上 退下 这 柳叔 柳叔 侄儿来看你了 皇上 柳叔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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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虽然没有亲眼目睹那次冰火 但是朕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耻辱 不忘记有什么用 最重要的是 怎么去改变它 朕何尝不想改变 太祖太宗创下了大清的基业 朕登基以后 日日如履薄冰 夜夜寝食难安 总想着 怎么做 才能不负列祖列宗的努力 可是朕 秦政 也有好几年了 一打仗就打败仗 一一合就割地 大清不仅没有强大 反而多了很多的祸事 灯石昌殉国了 黄海海战失败了 损失了四艘主力剑 重创三艘 而日军呢 只损失了一艘主力剑 灯石昌殉国 我们又少了一员两将 北洋海军危险了 为什么我大清会如此衰弱 为什么连小小的日本国都比我们强大 真没想到此处就决心一定要改变 可是 我大清要改变的东西很多 六叔 不只是办养物 开工厂啊 皇上真这么想啊 只是朝臣多守旧 朕的努力 往往复制东流 皇上跟臣说这些 是什么意思 六叔 难道你就不想 证实自己 洗刷我爱心绝罗 我大清的耻辱吗 我做梦都想 可谁会给我这样的机会 朕给你这次机会 朕希望你 再为大清做点事 你朕想让 朕想让微臣再出靶子里 六叔 朕相信你 你朕想让微臣再出靶子里 你朕想让微臣再出靶子里 起来 朕想让微臣再出靶子里 朕想让微臣再出靶子里 然来 六爷那道尚玉你好了吗 儿臣和宝君你好了 宝大人 你念给太后听 这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国家多士 依赖老臣 宫亲王行走内庭多年熟悉军务 即日起 卓公亲王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办军务 亲此 这哪成啊 宝君 臣在 我说你改 这 令卓其主持军机处管理海军衙门 会办军务改成都办军务 截至关内外水陆各军 这 我 宫卿王到 把我拐杖收好喽 喳 把我拐杖收好喽 陈一新参见皇上皇太后 六叔免礼快请坐 六叔近日身体可好啊 老夫公主皇上龙体安康 六爷你可老了 马尺徒增 一事无成 我们呢都老了 太后万寿无将 老匹夫已经是风如残年了 六爷 都十年了 你这脾气还是这么硬 你怎么就不改改 你就不能说句让人痛快的话 这辈子是改不了了 下辈子也不见得能改得了 你这脾气啊 我真是又怕又气 这十年我提出来修园子 我什么时候说 你什么时候给我绝回来 那脸跟挂了霜似的 这园子不是已经都盖起来了吗 凑合着住吧 也不知道能住几天 我呀真怕日本人打进来 这到时候又把咱们颐和园给烧了 咱们呢还得跑到成德去 这回日本人要打 也是从北边打来 成德怕是去不成了 我不管 反正六爷现在回来了 我呀乐得什么事都不管了 这谈家办那么多的好戏 我才看了几出啊 老臣也跟着太后一块多看几出好戏 六爷 这军机处还给您留着位置呢 哪儿也没有戏园子带着舒坦 六爷 那你这肩膀总得扛点事儿吧 老臣觉着 太后不够诚心诚意 不够诚意 此话怎讲了六爷 十年前太后一句话 把老臣就给隔了 老臣回家养老 十年前还是太后一句话 融入到老夫的府上 夺走了祖宗传给老臣的恶臂龙宝刀 好 现如今也是太后一句话 老臣官复原职 可太后还差那么一句话 老臣也想要太后这句话 恶归原主 恶归原主 谋在设计 在设计 城上 扼臂龙刀 我 我一直惦记这把刀开刃 用它再两头老虎 再看两根鹿角 好点虎骨鹿绒酒喝 输筋撞骨 延年益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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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家 六五所 每日君宗主 凡事犯罪人 都得奉承我 我 请出生爱胆大 欢用锁链交向 为人莫拜消火法 快快快快 应该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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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零夹击 快知道了 王爷 是 是 王爷 刚刚得到的消息 日本人从陆地背后 攻占了危害卫炮台 然后 海陆夹击 危害卫 已经陷落了 好 北洋舰队呢 丁军们呢 北洋瑞士 全军覆灭 丁军们 自杀殉国了 无人 或许 最痛 湃 学院 小几岛 小李子 待会儿演天雷豹的时候啊 这戏台上 要增添五名雷共 五名店骨 知道吗 这张继宝魂剑雷共 要打八十大板 之后啊 一定要变成小花脸 这戏得这么来 这 快去 这 王爷 这是前方发来的 弹劾李鸿章的折子 李鸿章平日 先北洋以自重 当窝贼范顺 自控极顿窝国之四才 府之东流 你是岛形密尸 接济窝贼 美米军虎 为剑贼 先退避 欧欲贼 其惊愧 就会有这样的事 你指 你指 先参立鸿章 治军不严 义务军机作战不利之罪 再参立鸿章 谢北洋 为私缠 母无朝廷 不存号令之罪 其余各项罪则 尤其是统帝之大罪 待查有识局之后 再上报天庭 另外 将叶祖魁 撒阵兵 承碧光等管带 前回援进 林国乡丘包人等 十余将领 各执查办 这 好 好 好 小李子 打赏 这 圣母皇太后赏银三百 不对 赏银五百两 奉天承运 皇帝诏约 尽因战事不利 唯有够合 着军机处草拟义和条款 已被特命权权大臣 李鸿章赴日 钦此 谁 李鸿章李大人 不可以 李鸿章不仅负有战败的责任 更有通敌的嫌疑啊 日求伊藤博文指明要李鸿章谈判 日方已经发出四十八小时谈判通牒 皇上为大局着想 特派李大人前去谈判 我抠欺人 太胜了 陈尊之 此日漫灰天下泪 有功势状 海军威 皇上 请您节哀 此次大战中我方伤亡将士 都是大清朝的忠臣小子 臣已会同有私安排幽浮 该金表的大力金表 搬得风风光光 热热闹闹 风风光光 赦赦闹闹 我们打胜仗的吗 咱们是打了败仗 但是百姓不知道 臣以为不必让他们知道 还是不知道的好 应该把这次悼念 办得如同庆功一样 这样才能够稳定局势 才能够鼓舞人心 皇上 这该表彰的一定得表彰 该严惩的 也一定得严惩 你是说 李鸿章 是 张之洞的车子 请求杀李鸿章以泄天下 张之洞也这么说 何止是他 各地的都府 还有在京的大臣们 都纷纷上奏 他们说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李鸿章罪不可赦 必须严惩 李鸿章杀不得 战前李鸿章手握重兵 却不思备战 战端即开 他又出于自保实力 顶着胜欲不败 击误了战机 导致惨败 你以为朕不想杀他吗 可是眼下 各地的将领 大都是怀军旧部 万一反叛 又当如何 万一发生了反叛 臣自当领着兵马前去评判 大清现在已经折腾不起了 皇上 皇上 不杀李鸿章不足以平民分 眼下民心更为重要 有了民心 就有了一切 你是说 用李鸿章的人头去得民心吗 难怪亲爸爸凑着你 办事身上有骨子狠劲 可是眼下 咱们还是先看看李鸿章 把谈判的事 办得怎么样再说吧 报 启禀皇上 李鸿章将马光合约的副本送来了 快呈上来 这份合约 丢尽了朕的脸 丢尽了大清的脸 也丢尽了你们的脸 圣旨到 圣旨到 宫亲王 接旨 接着呢 奉天成运皇帝赵约 宫亲王办理洋务于三十年 耗资何止拒万 向以复国强兵自许 不义 水陆两军 竟不堪一击 却将宫亲王 宫亲王隔职留任 戴罪立功 以观后效 拔去三眼花灵 耻夺黄马褂 钦此 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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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宫 我提准了马关条约 牺牲了疆土 但保住了权力 我做得对吗 儿臣请信爸爸 为了大清的江山设计 无论如何 也要吃点东西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